各位同学 我们快要开学了 你们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开学 想要一直在家里远远的 可以不要学上学 防疫停课第105天 小朋友还没收心 镜头转到校园 老师压力也很大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没有返校日直接开学 所以焦虑的不只是学生 还包括老师 老师最教育 因为老师压力很大 我们也是要利用很短的时间 把小朋友的个性学习状况 还有人跟爸爸妈妈 都要配合起来 开学症候群 大人小孩都有可能面临 轻微的像是紧张不安 严重的甚至出现忧郁 易怒甚至退化行为 有时候突然提起上来 就是会拳打脚踢 那包括就是会比较歇斯底里一点 试着协助他们来回顾一下 在过去开学时候的一个上学情形 跟种种的美好 让他们可以去静下心来 重新看待上学的这件事情 结束轻松 没压力生活 现在要回归正常规律形态 对学生 家长 老师 都是考验 人生有要面对的时候 好无奈 好无奈 大家喜欢大伯宣 大伯宣 台中报道 对学生的重新论 没人 在这期间的重新推荐